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太阳能产业概论跟展望 这是应台湾太阳光电协会邀请 然后在第五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上做的一个专题演讲 我个人服务于郁金能源科技 同时也在国立台北大学气管系任教 这是2010年马总统在总统府接见国家杰出经理人 今天这一个题目我大概分成五个单元来跟各位报告 首先谈到全世界总体经济环境的概况 然后再谈到太阳能产业 这个产业目前的现况所面临的困境 然后业者持续在改善经营管理和自立自强 然后美国因为N-type dumping的这个税率 那我们双方怎么样来做因应 最后谈到太阳能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 通常我们在做经济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先了解到总体的一个经济环境 对整个大环境有了解以后再来谈个别的产业 然后再从相关的产业分析了解以后 再谈到这个产业内个别公司来做一个比较评估 那首先我们看到全世界的一个经济成长率 在去年的话全球是2.7%的成长 台湾有3.7%美国2.4%日本刚好零成长 欧元区在欧债危机以后 在2014年经济成长转正 那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在去年是7.4% 但是已经跟以前9个%或两位数字的成长 已经相对的比较减凡 那在2015年的估计 全球3个%的成长 台湾大概也是超过3个% 美国是相对表现不错的 会有3.1个% 日本大概1个% 欧元地区也有1.4个% 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持续的放缓 可能会没有办法保期 那在总体经济方面 我们除了看所谓经济成长率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所谓CPI Consumer Price Index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这一个经济成长率是看经济成长 然后消费者物价指数是看经济稳定 那各位看到在去年 其实全世界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并不严重 尤其我们看到去年底的一个数字 台湾大概是0.4个%的物价上涨 美国不到1% 欧盟还是一个物价负成长 然后日本大概2% 中国大陆大概3% 那涨温今年也是一样 物价上面 像美国或者是欧盟 可能在物价上面不会上涨 可能还是附加有些微的一个下跌 那日本跟中国大陆大概也是持续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全球的经济成长不是那么的强劲 但是相对的物价相对稳定 物价通货膨胀的问题并不存在 那另外一个我们会看的一个经济指标 很重要就是看它的失业率的 那失业率的话 台湾在去年大概4% 美国是6.28% 6.28%已经有很大的改善 从金融海啸到9.3% 9.6% 然后持续的改善它的就业情况 8.9% 7.8% 7.4% 6.2% 那今年到3月份的时候 已经掉到低于6%的失业率 所以美国的经济是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可是欧洲的经济失业率还是相对的严重 从2010年超过10%的一个失业率 2012年11.7% 2013年12.1% 去年有11.4% 那今年到3月份还是有11.3%的一个失业率 那日本大概失业的情况 跟中国大陆大概维持3% 4% 那除了这三个经济指标 另外台湾在金建会有一个景气对策灯号 那这个灯号各位看到 事实上在2013-14 经济是 台湾的经济是比较往正向发展 可是到2015年 这个到4月份的时候 事实上已经到黄蓝灯 而且很可能会到蓝灯 那表示说经济这个复苏的迹象已经减缓 然后甚至可能会在经济持平或者是衰退 当然还不至于衰退 但是就是经济成长放缓的一个情况 好 那利用这个机会 我稍微谈一下 这个经济学里面的一个凯因斯经济学理论 那这个经济学理论里面 它说Y等于C加I加G加X减M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分成国内部门跟国外部门 这个民间消费 consumption这个属于国内部门 民间的投资 还有政府的消费 这三个都是属于国内部门 那进出口是属于国外部门 而会影响到这个GDP了 国民生产茅额的 在民间消费方面主要是受到中央银行利率政策的影响 那投资的话则是受到 也是受到利率跟货币政策的影响 这两个都是利率跟汇率都是属于中央银行的 那在政府消费方面的话 就有财政部的财政政策或租税政策 那进出口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在汇率方面 而这个汇率还是由中央银行来决定汇率 所以这个利率跟汇率的一个决定 事实上会影响到整个一个经济的一个结果 那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事实上在过去 10年20年是逐年的放反的 我们看到1978到1987的时候 台湾的经济成长率相当的高 到8.7个percent 到8899 这12年到6.8个percent 2000年以后就大概在4%左右 然后在2012、13的时候 我们甚至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调到2% 比较低度的一个成长 接着下来我们跟各位报告 这个太阳能产业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整个产业链 因为这个产业是从 原料的Polysilicon 到这个晶圆的Wafer 到做太阳能电池Solar Cell 然后做成模组Solar Module 然后到系统的安装 那台湾主要在这个 这个锡晶圆 就Wafer的制造 跟太阳能电池的制造 那像这个中美晶拉绿能 都是做锡晶圆的Utec 那Gintech的话 这个玉晶是做电池的 跟那个茂迪 新日光 深阳科 我们都是做太阳能电池的生产制造 那如果说看到全世界一个太阳能的一个市场的话 那目前最大的市场是在中国大陆 大概有10到13个Gigawa 然后第二位的话是在欧洲的 欧洲大概10个Gigawa 然后美国相对排到第三位 大概有7个Gigawa 然后日本以前到7个Gigawa 现在可能会略低于7个Gigawa 那其他的世界市场也在快速的一个成长 那在2010年11年以后 我们看到这一个资料 台湾在电池制造 已经2010年是14个percent 2011年是15个percent 都已经占全世界第二 所以电池生产的话 台湾在全世界是扮演一个 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 那台湾能够成为全球太阳能电池的一个生产大国 我认为有四个因素 第一个是品质跟技术 我们的品质跟技术 是相对不错的 在这一个产业里面应该算是数一数二的 那成本竞争力 当然我们的成本竞争力 比起欧美比起日本是很有竞争力的 但是比起中国大陆来讲 中国大陆还是全世界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 第三个是先进的机器设备 所以我们目前台湾生产线上的这些机台设备 都是比较先进的 那人才方面一样的 台湾有这些半导体 还有TFT LCD 的这些人才 对太阳能产业都是不错的一个资源 在全球太阳能产业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新兴产业 所以在2000年以前这个是很少的 到2005年也才有两个Gigaw 到2010年有到20个Gigaw 所以这段期间 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来是 Booming Stage 这个像弹塔效应一样 有500到1000家的公司 投入太阳能的生产制造 可是从2010到目前2015 是全球在太阳能这个产业 是供过于求的 所以现在正在 很多的公司 尤其是欧美日本 因为它的成本没有竞争力 已经退出这个市场 然后留在 主要留在这个市场的 目前主要是中国大陆跟台湾 那我们看到2012年的时候 全球的一个产能 如果说从整个产业店 Poly, Waver, Sale到Marjo的话 这个产能都是远大于市场的需求 Poly有88个Gigaw Waver也有60 然后Sale也有60个Gigaw Marjo也有60-70个Gigaw 这个都远大于2012年的时候 整个市场的需求才30个Gigaw 可是产能是超过了一倍以上 所以尤其主要的一个产能 都在中国大陆 像大陆的一个产能 已经可以足够供应 整个全世界的一个需求 所以在供过于求的一个情况之下 太阳能产业在2011、12、13、14 都是严重亏损的 那中国大陆也发现了 这个供过于求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大陆的这些制造厂 当时中国政府提出来有六大六小 大概把这一个比较有经济效益的这些制造业者 然后比较支持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看到台湾在台湾主要是在Sale Sale目前已经有四个Gigaw Weber大概也有四五个Gigaw 但是台湾的摩土额相对是竞争力是比较欠缺的 那2012年是最惨的一个情况 因为大概所有的公司在这个产业都是严重的亏损 那台湾甚至把它列为所谓四大产业 那整个亏损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全台湾的这些制造业的大概亏了250亿台币 而中国大陆的话 全部太阳能产业的一个亏损 超过1000亿的一个亏损 那在中国大陆十二五计划的时候 也发现了这种不正常的一个发展 因为等于是产能过剩 所以当时十二五计划里面主要的是稳增长 调结构 促改革 尤其在调结构方面 它重点在发掘产能的过剩 淘汰落后的产能 那这样子希望透过这样子来健全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而不再追求高速的一个成长 所以我们刚才讲过 在2011年以前 整个太阳能市场 事实上是一片欣欣向荣 可是2011年以后 事实上已经好景不长 那我们通常有一句话说 胜者为王 胜利的一方是我 可是现在这个产业是 胜者为王 那个胜是胜下来的 因为绝大多数 有三分 有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的公司不堪亏损 已经倒闭了 已经退出市场了 胜下来 留下来的大概有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五的公司 继续在这个产业 然后能够 持续的竞争 所以这是一个 弱弱强势的一个淘汰赛 那2013年第二季 我们看到有一些转机了 所以当时我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引用这个英国作家 迪根斯在双城区的一句话 说这是最坏的时代 也是最好的时代 是这个黑暗的季节 也是光明的季节 是令人绝望的冬天 也是充满希望的春天 我们看似一无所有 我们也拥有一切 所以太阳能产业 我相信各位在过去四年 2011、12、13、14 大家持续的亏损 这个点滴在心头 那不可能 一个产业 当然这个是一个重整的阶段 那至于公司的一个经营管理 很重要的就是一些策略性的一个经营管理 那这策略性的一个经营管理 要决定策略有经过三个 第一个是做市场的分析 第二个是竞争对手的分析 第三个是客户的分析 顾客的分析 那当然经过分析以后 你就要去做所谓 competitive benchmarking 所以像我们每一季 我们都会做headcount的benchmarking 成本的benchmarking 效率的benchmarking 还有存货的benchmarking 那这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产业 大家持续亏损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能够survive 那这是一个淘汰赛 这是一个survival gain 所以你要能够存活 你要具备一流的品质 high efficiency high quality 你的成本要有竞争力的 要low cost producer 虽然我们的成本 比欧美跟日本 成本低 但是中国大陆的成本 比我们更便宜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台湾的这些业者 产弹经营的情况 那所以一样的 你要能够存活 你要有健全的财务 然后你的销售能力 顾客能够满意 那这都是我们能够生存下来的一些 很重要的条件 那在策略方面 那我就quote 那个Michael Porter 这个是竞争力大师 Michael Porter讲的 competitive strategy 有三个 一个是low cost producer strategy 一个differentiation 一个focus 降低成本 我想这个大家都了解 那怎么样做差异化的一个策略 让这个不要在红海里面 让自己的竞争在一个比较有力的一个产品策略之下 然后在生产制造 能够提升我们的产出效率 良率跟破片率 那另外我提到的一点 就是所谓这个value innovation 这也是在产品策略里面 这是我在大学里面教授 我用举的一个例子 那我是举美国的市场 美国你的supermarket 去买一个carpetal 它是一个commodity 是一块美金 然后一样的到supermarket 你去买一瓶罐装的Mr.Brown 这是一个产品两块美金 然后你到McDonald 你去喝一杯a cup of coffee 他是提供给你一个服务 所以他要掐取你三块美金 可是你到Starbuck去喝一杯咖啡的话 他那一杯咖啡 他就要掐取六块美金 因为他提供你一个愉快的一个经验 所以同样的一个一杯咖啡也可以是一块美金 也可以是三块钱美金 也可以是六块钱美金 完全看你所提供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差异化 你提供的一个service跟你的一个experience 来创造你的价值 那欲经的一个企业文化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务实 我们就坚持我们是务实要追根究底实施求是 从此我们要创新 创造我们的竞争力 能够领先同业领先别人 然后在绩效方面 我们落实所有的KPI绩效管理 目标管理 那务实 务实有些人说很空洞 那什么叫做务实 务实就是一个追根究底的一个精神 所有的都在细节里面 然后回归基本面追求合理化的经营管理 然后根据数据事实来做经营管理 然后能够脚踏实地 确确实实的把事情做好 这个就是务实 那在我加入这个太阳能产业之前 我经常有机会到各大企业去做演讲 或者是在各大学院校里面做演讲 那在我们过去四年 整个产业产战经营 那我这个这方面演讲的机会 也相对减少了 因为已经花 每天要花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 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 所以也没有太多的精神余力 去做这些公开性的演讲 所以我渐渐的就把这些 我以前讲过的东西 做成这一个影片 录制成为e-learning的影片 然后放在YouTube上面 放在公司的网站里面给大家参考学习 然后我们接着下来再稍微谈一下整个太阳能的一个市场 市场我们刚才讲到2012年才31GW 13年有37 14年有42 所以市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像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在成长 欧洲反而减少了 那美国未来也是一个太阳能一个大的一个市场 日本也会是 那其他的地区 像澳洲印度 这些国家慢慢的都会增加 那他的一个生产跟市场的需求是相对不平衡的 像整个欧洲地区 所以他只剩下两个GGW的一个产能 可是市场需求要4GW 所以他主要要靠进口 那中国大陆最大的产能也主要都是在外销 日本也是要靠进口 然后在美国跟新兴市场都是要靠进口 那台湾这4GW几乎都是外销 但是有效的产能跟市场的需求还是有过剩的一个产能存在 那这是以前我跟SolarBuds的CEO 我们两个人的一些讨论 那在2012年 这一个市场需求31 可是有效产能有37 那12年也是over supply 14年也是over supply 今年当然这一个整个太阳能市场还是在持续增长 我们看到过去几年都有数28的一个成长 那很多的这个预测单位讲说今年大概到50个TGW 但在相对的这一个有效的产能 持续有一些产能这个开出 所以还是有功过一求的一个现象 只是这个功过一求的现象已经慢慢的缓和了 那是不是能够在明年能够供需平衡 那这一个产业有比较正常的一个发展 我们都是在拭目以待 那这是之前在去年的时候 2013年的时候就讲到2014年 可能太阳能市场有42GW 然后呢有些公司一线的大厂可能有获利 那我们看到2014年我们看到2014年的一个结果 像新日光是小赚2.4亿 孙阳科也赚了1.5亿 然后太极赚了1.75亿 那茂迪跟玉京在去年还是亏损的 我们亏EPS大概亏了9毛钱 那茂迪大概亏了2块4 那看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在2014年也有大幅的改善 尤其在11、12、13连续三年严重的亏损以后 我们看到2014年除了英利还是严重亏损 大概亏了200个minus dollar 然后金科赚了108个minus dollar 天河小赚59个minus dollar 阿特斯就是CSI也赚了239个minus dollar 金奥也赚了56个minus dollar 所以大陆的这个一线的垂直整合上 事实上在2014年开始已经转亏为盈了 但是在资产负债表方面 它的负债比率还是相当的高的 将英利95%、74、69、76、62 超过40%这一种负债比例都是偏高的 所以各家公司由于在过去三年 尤其是2011、2012、2013连续三年的严重亏损的情况之下 各家的负债比例都将对居高不下 那台湾这个太阳能产业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 最大的市场我们说在过去在欧洲 现在在中国大陆 那美国大陆也会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市场 那台湾呢在整个这三大当中 因为我们主要要靠外销 外销到欧洲 外销到中国大陆 外销到美国 所以跟中国大陆的这些摧枝城的厂 我们是扮演着既合作又竞争的一个态势 那结果在去年六月 这个美国也对台湾的电磁厂 提出这个ntide dumping 就是惩罚税率 环请交税的一个惩罚税率 所以台湾的这些太阳能产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大家都是要想办法能够能够有以后的一个发展 那这是报纸上报道的 像新日光它就有三个策略 一个分散市场 一个扩大系统的投资 一个加速海外的一个布局 那这个可以借进参考 那我们看到台湾这个电磁工业海外布局的情况 像郁金我们到泰国去建厂 我们有大概有350个MW的产能会移到泰国去 孙杨科也到了马来西亚 然后新日光也在谈马来西亚或者是泰国 那泰极的话这是到越南去 千厂到越南去 那我记得在太阳能产业最惨淡经营的时候 在2012年全国这个产业发展会议上面 那这个大概是唯一的代表太阳能的一个业者 那因为当时经济部的报告资料里面说 太阳能产业功过于求 结果造成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跌 业者严重的亏损 那当时与会的这个产观学 这个学术界的台大一位教授 就直接批评说太阳能产业功过于求 不值得政府支持 那当然我站在业者的立场 马上提出反驳 那在我的说明之下 大概全体的这个产观学 这些参与的人员都认为我讲的有道理 然后工业局局长 能源局那时候是王副局长 先后也发言支持太阳能产业 当时的主席经济部的这个梁次长 他说他很高兴看到业者对自己的产业这么样大力的支持 这么样的passionate 因为他在会议上连续说了两次 我非常的passionate 那他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其实为了我们这个产业自缓而说 所以千万人无网仪 这个是在突然的一个环境部的一个次长 跟气候变迁的一个特使到台湾来参访 那在外交部陪同到我们公司 那当时我接待这些 他们同时也跟他们报告这个产业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去年台湾的一个环境管理协会跟亚洲生产力主持 我记得这个亚洲来了大概三四十位的专家学者 APO的Asia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来台湾参访 当时工业局请我对这些来台湾的这些专家学者 做一个报告 做一个太阳能产业的一个报告 那我们也慢慢看到了太阳能产业应用越来越广 这是这几张图片是sharp在这个透明型的太阳能电池 主要是在建筑跟公寓上面的一个应用情况 好最后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首先我跟各位报告的是2014年的时候 这个是联合国气候变迁专家组织的IPCC 他们后来的一个报告 那报告的里面它特别对太阳能锋利再生能源的使用 应该要大幅的增加三到四倍 那联合国也提出警告 现在就要用绿能 那甚至讲到这一个Global warming 这个阻止气候灾难 我们只剩下15年了 2015到2030年 所以联合国这个报告 在经济日报也讲了 促用再生能源 那这是Energy Trend的一个报道 提到说 这个太阳能会占到再生能源的三分之一 已经占了三分之一 然后在澳大利亚 巴西 丹麦 意大利 德国 它屋顶的太阳能的成本已经低于零售价格 那另外Energy Trend的一样的 在SolarZone 这是2014年的时候提到 说这个太阳能会成为最廉价的一个能源 那这是德国能源局咨询委员会发布的一个报告 说2050年的时候 全球25%的电力会来自太阳能华电 那澳大利亚也提到 2014年太阳能会变成最廉价的电力来源 那在Energy Trend里面提到 这个法国政府它发布到了2030年的时候 它的这一个绿色能源要占32% 然后2020年是占23% 然后IEA也提到 2050年太阳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电力来演 所以我把它稍微上一次我参加这一个能源局的会议的时候 我也提出来 在2030年2050年的时候 全球 日本讲说它的2030年占30% 法国占32% 那个联合国提到 这个15年 就是剩下15年的时间到2030年 所以台湾也会大力的推广太阳能 从目前大概只有4个Gigawa 到2030年有大概14个Gigawa 那最后我做一个结尾 这是Sona Solar的一个研究报告 那提到所有的这些能源 从石油 从煤炭 从天然气 甚至从核能都会慢慢的减少 然后唯一的只有在太阳能方面会逐渐的增加 那这也就是我们太能能产业在未来看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所有的能源在人类的开采之下 慢慢的都会使用殆尽 成为不经济的一个开采 只有太阳 它是永远存在的 有地球就有太阳 有太阳就有地球 所以我们在以后可以预期 可以预见太阳能在2035到2040年的时候 会占的比重会越来越高 是人类能源最重要的一个资源 好 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各位报告到这里 那这是我在今年的一本新书 这是一本大学用书 讲到核心职能 那在博客来网站也有在贩卖 那主要核心职能包括这个动机职能跟行为职能跟知识职能 那这是以前 老委会他们在推核心职能 推了20年了 那我教了一年 然后因为核心职能一直没有一本教科书 所以我在去年就把我以前讲过的题目跟职场有关的 像这个时间管理 人际关系 EQ管理 沟通技巧 简报技巧 谈判技巧 团队管理 问题的分析跟解决 创造力 领导力 执行力 压力管理 写成我们的核心职能 那现在全台湾大概有300位核心职能经过政府认证的核心职能的老师 那也希望他们能够用这本核心职能的一个大学教科书 那这本书谈到了18项核心职能 主要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一个学期有18个礼拜 所以每一个礼拜就谈一个主题 所以是现在大学院校里面的就业学程的一个通试课程 也是各大企业内训的一个教材 那各位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上我的一个学习网站 在Picnet的学习网站 还有我在Facebook上面 也会分享这些有关的这些资讯给大家参考 今天就报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